如果要让自己的YouTube频道 就是不断的有人来去观看 不断的有人来观看 不断的有人来订阅 甚至来帮你按赞跟分享 那您必须要不断的去把影片放上去 一天大概放一部到两部 一部到两部 就是说这一个影片 你看这是我10月1号放上去的 10月1号放上去的 10月1号 那在前面是不是9月30 9月30又放了几部 然后接下来再往前 是不是9月30 9月29号我是不是又放了一部 然后9月26号放了一二三四 有看到 就是假设愿意一天花一点时间来做这几部影片 然后上传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真的达到 例如说订阅人数 就是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 这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 我没有花任何的钱 然后去做一大堆的什么行销跟广告 然后我只是很务实的把我的教学变成影片 然后一天可能上传一个平均 大概上传一个三四步 用这种方式 然后让我的订阅者慢慢的增加 而且他们也不会跑掉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一直不断的会有新 知识的学习 可以吗 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我觉得没有捷径 有的只有这一招 好 就是一天做个两三部影片 那我现在剪比较快了 所以大概花半个小时左右 我就可以剪两三部 大概十分钟我就会产生一部 然后这只是我很诚心的告诉你 经营YouTube频道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我比较推荐的 我没有花任何的广告费去打我的广告 好 这提供人们参考咯 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假设现在你不是登录你的 你登录到你自己的这一个YouTube 那你要不要搜寻一下 看一下我的名字 搜寻我的名字 然后请你去看这一部 为什么会看到这一部呢 因为这一部就是我最后放上去的 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YouTube会帮我把这一部影片 就是打广告打出去 这是他帮我打的 不是我打广告 这是他帮我打广告出去的 好 所以他会把 如果说这一部影片是跟大数据分析有关的 如果当别人去搜寻大数据分析的相关课程 就会看到我这一部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试着看一看 是不是能看到我最后放上去的那一部影片 31点 自动切割地址 什么 看懂 薪水增加1万 就网啊 方杀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